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可以讲一下香港的联席汇率制度 以及香港的金融主权的问题 实际上对于香港来讲 我们也可以看到香港的金融市场越来越不好了 而且我们对香港也承载了很多中国的希望 就是说你很多中代股到美国上市不太合适的时候 很多人就把目光盯向了香港 因为在中国大陆对于这些外资控股 或者是说涉外的这些公司上市还是有限制 这样的外资我们可以这么讲 好多的外资是带有VIE结构的外资 但是实际上我们中国虽然说法律上来讲 中国人在海外设立的特殊目的公司 作为境内公司管理 但上市的时候毕竟来讲还不是这样 因为中国可以说对于这些公司 视为中国的法律管理 当然它这公司毕竟住在国外 它也受到国外的法律管辖 它在它的注册地 注册地对它的法律管辖 对于中国来讲毕竟不是美国那样的霸权国家 能做到像说你这些注册地有美国人参股了 就如何如何 中国也做不到 所以也有所限制 所以对于香港来讲 这就是大家一个比较好的去处 但香港这个去处可以知道 就是香港的金融能力是怎么样 它有多大的金融体量 其实香港的这个货币 它的金融体量 包括港币 绕不开一个坎 这个坎是什么 这个坎就叫做联席汇率制度 这个联席汇率制度 说了很久了 也就是说 香港的每一个港元的发行背后 都是有美元的 它等于跟美元是硬挂钩 不像说中国 你像我们现在 那个大陆的人民币的发行 它虽然说有好多是用外汇储备 但是这外汇储备 外汇账款 发行的 它毕竟不是一比一 硬挂钩 而且现在 外汇账款的发行人民币的比例 已经在不断的下降 这是我挺关心的好消息 知道吧 因为我们外汇储备 数额是固定的 但是我们人民币的发行量 在增长 所以外汇储备在里头的占比 是下降的 而且呢 我们外汇储备呢 不完全是美元嘛 它也是多元化的 跟那个香港呢 基本上是美元还是有区别的 关键是香港是什么 一比一刚性 所以有人说这个所谓的唯一的 什么什么的 其实呢 我当时也说了 并不唯一 第二个呢 你要说的是什么 就是美国来了一张纸 你换它六张纸的 那对香港来讲 应该讲七张纸的 这种严格的兑换 这种联席汇率制度呢 就香港有 大陆是没有的 世界其他国家呢 也比较少 就是说跟你这个美元资本 绑得这么紧呢 比较少 而且这个事啊 绑定美元资本的时候呢 实际上当时香港啊 这个经济不太稳定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前 香港的金融是比较 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后来呢英国人留下的制度 英国人留下的制度呢 当时是中英双方 选个美元 这样的关系 知道吧 就是经常跟那个中美双方 选个欧元 就等于你选个之外的嘛 中俄双方选个欧元 这样的一个选择呢 给香港当年 带来了一个金融的稳定和繁荣 但是对于香港来讲 金融主权 中国一直没有收回来 就是香港的金融主权 是旁落的 香港的大的银行 不是本土资本的 你不说香港人没有银行吧 但是香港人的银行不上规模 它几大银行呢 不是香港本地的 当然的话呢 那个中营 中国银行 还是在里头有比较大的一个份额 那也是集中了中国的力量去做的 联系汇率制度其实对香港呢 非常大的制约 在最近呢 对香港的市场不好 就是因为这个美元的大量流出 它的流出直接联动到一个什么结果呢 就是让香港的银根变得特别近 就是说你看吧 中国呢 你是可以放松银根的 那个现在我们呢 央行在放松 美国在抽筋 但是你要是香港的金管局 你想放松 那么就一定要有外汇来 当然你要说指着那大陆央行 拿中国的外汇来支持它 这个事呢 历史上也不是没有 但是毕竟来讲呢 这个支持的话 什么是头啊 支持成什么样啊 到底是多少啊 对吧 所以在这个香港的这个博弈上啊 可能现在就要变一变 其实最早的时候呢 大概七八年前吧 其实在香港呢 那任志刚就说过 那个联系汇率制度 结果呢 其实很多人就跳起来来反对 其实对于这个联系汇率呢 应该其实动一动啊 当年我们就在说这话 就是因为这个说这话 说这联系汇率制度呢 那个去香港 那时候就认识了卢其远 那个跟卢其元的认识上 是在这个联系汇率制度上的 所以对于这些联系汇率制度啊 卢其元那帮人 你看国人大讲堂的 温铁军卢其元都很清楚 他在很清楚的时候 他在公开来在这说 这个联系汇率制度 还有干什么的 把它说成是大陆的制度 而且说成唯一的中国 唯一的外汇管制 这话说出来啊 为什么我对这种话 听到了以后比较气愤呢 因为这段历史我知道啊 当时怎么回事 咱也知道啊 对吧 然后后来的这个 卢其元他支持战中嘛 干什么的 我们也都知道啊 当年的历史咱是知道的 过来的 一起见过面的 其实那时候呢 我们还是希望 当时对卢其元嘛 进行统战的 进行什么的 希望呢能站在中国立场上的 对吧 所以但是后来呢 他不是对我很气愤吧 所以他先对我大骂来着吧 其实这段历史 好多网友呢 那个有些要早期看的呢 去年关注什么的时候 也知道 但是现在对于香港呢 又到了一个新的节点 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 是否要中国对于香港的金融主权 是否该收回来 也就是说以后香港的那个发行港币 你别全美元了 你中国大陆是可以支持你 但支持你呢 你发人民币好不好 你以本港的这些土地呀 干什么的资产来发好不好 你想香港的土地呢 那个也是国有的啊 而且香港的土地呢 是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对吧 你可以发土地债券 你看美国的 现在美联储的大量的债券 拿的是什么 MBS土地抵押债券 对吧 美联储也可以拿土地委员债券 发美钞 为什么你香港不能拿 你香港的土地基金啊 什么这些哪些啊 而且呢 香港的那个政府呢 提供的这些联租房啊 这些联租房也有收益啊 这些联租房的资产好大呢 200万人在公屋里头 有巨大的这个资产 香港政府的这个土地资产 房地产资产 比我们大陆的政府的资产多多了啊 这个好多人不知道 我们政府持有的 能做联租房的资产 很little 那按百分比来算 可能香港的十分之一都未必到 尤其是深圳 这个事的话呢 都是可以讲一讲的嘛 对吧 你可以拿出来呢 像政府的这些重要的房地产呢 变成金融资产 都可以变成他本地的信用 去发行货币 对吧 你为什么这货币的话 还要这个联系制度 绑死美元 一点空都没有 然后呢 就被某些人说的 这么一张纸 六张纸 是什么特智慧 能那个 怎么把美国怼回去 你现在 美国把美元要收回来了 你下边怎么玩吧 对吧 学校这个事儿 好多的时候啊 就是说这个金融的博弈啊 你把这些人的话呢 你这么去对一对 去看一看 就知道这些人说的话 有什么样的问题 这香港的这种汇率制度 金融制度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些话呢 那个说出来了以后呢 其实对于中国的影响 其实它蛊惑了多少人 骗了多少人 这才是这些问题啊 要深入思考的事儿 谢谢大家 今天对于香港的联系制度啊 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要细讲呢 其实还有好多内容 这个内容比较复杂 其实实际上今天的话呀 要听得懂的 我估计呢 起码要有一点货币银行学的基础知识 谢谢大家 今天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